人的運作是藉由人體裡頭的各種化學物質 來傳導電流訊號而完成的 那因為它是電流的訊號 所以一定會有雜訊 而且也非常容易受到干擾 那這也是為什麼人的專注力這麼珍貴的原因 所以當我們反覆的在練習某一項技能的時候 其實有一部分是為了透過降低我們自身的雜訊 或者是提高我們對外來雜訊的抵抗能力 來加快我們的運作速度 或者是提升運作的準確率 或者是提高運作的輸出功率 在遇到挑戰覺得自己快撐不下去的時候 通常都會聽到一個聲音來鼓勵自己 告訴自己 再忍耐一下就結束了 再忍耐一陣子就結束了 或者是 再忍耐幾年就結束了 再忍一下的這個聲音呢 背後所代表的是對人生的一個階梯式的想像 這個想像出來的階梯呢 很容易產生一種誤解 以為人只有在往上爬的時候呢 才需要花費力氣 一旦到達一定的高度之後 就可以做回自己 然後開始休息 享受這個高度所帶來的各種好處 這樣子的人生觀呢 追求的是安逸跟享樂 努力往上爬呢 這是一個不得已的手段 所以這樣子的人呢 只有在看見了成功的機會之後 才會想到要利用短期的表現來換取所需要的成功 其實真正的人生比較像是在斜坡上推石頭 那不只把石頭往上推 要花非常大的力氣 就連維持這個石頭本身的高度呢 都要花費非常多的力氣 而且這個斜坡在越高的地方呢 它的波度越大 所以這個石頭會越推越難推 然後越推越難維持它本身的高度 另外一個類似的例子是跑步 你可以想像場上有很多人拼了命在往前跑 那如果你也跟著大家一樣拼了命往前跑 那最多就是可以維持自己的名次 那只有在你跑了比拼命跑還要更快呢 才有辦法超越別人 然後提升自己的名次 這樣子的人生觀呢 是把持續的努力 當成人生的一種常態 那注重的是每一個當下即時的狀態 所以就比較不會去在意過去的是非對錯 但也比較不會去擔心未來的成功失敗 因為畢竟每一個人所能掌握的只有每一個現在 另外這樣子的人生觀呢 追求的並不是安逸跟享樂 所以它也不容易因為外在環境的改變 就鬆懈了自己對於維持狀態的一種目的 專注在特定的領域 然後穩定的提高自己的輸出 絕對是獲得成就的一個好方法 不過在現在自由價值多元化的社會裡頭 還有比追求成就更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追求個人的完整 要追求個人的完整 最重要的就是要先把自己當成是一個人來看待 然後誠實地面對 並且接受自己不管是在生理上或是心理上的各種需求 面對這些需求呢 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偏好跟比重 所以什麼樣的需求 應該被分配到什麼樣的比重 其實是相當見仁見智的 一個人只要呢 可以在自己的需求上維持輸出 然後保持連結 那就可以讓自己的狀態更完整一點 在所有的需求都得到一個 基本的關照的同時 自己所偏好的需求 也會得到一個相對上更優質更穩定的一個投入 而且人只有在堅固所有需求的情況下 才有辦法健健康康的 維持一個比較長期而且穩定的輸出 其實人生就是一個連續的過程 所以如果你不喜歡自己目前的生活 你很有可能也不會喜歡以後的生活 那不過其實你喜歡什麼樣的生活都沒關係 最重要是你從今天開始 就要練習去活出自己心目中的樣子 我們所知道的這個世界呢 從來沒有聽下來過 那身處在這樣子的一個世界裡頭的我們呢 恐怕也很難聽得下來 那反正都命不下來 不如我們再多花一點心思 直接活出我們會喜歡的一個姿態 那也是一種選擇 以上是這次影片所要分享的內容 謝謝你的收看 再見 再見